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久之前张玉山接受港媒专访 大方分享了从影以及从商的心理路程 同时还自曝了与前任男友向华盛分手的真正原因 以及和邵逸夫的故事 上个世纪香港娱乐界的女星大多数都是来自于底层家庭 1974年张玉山虽然出生于富人家庭 但是并没有被父母当成小公主般呵护 父亲祖籍潮善 深受重男轻女的思想影响 张玉山的哥哥和弟弟无需干任何家务 只需要学习经商就行 张玉山作为女孩子 终归是要成为泼出去的水 所以洗衣服做饭刷碗 样样家务都不能落下 而且家人对张玉山十分严格 一旦出错就要招来一顿责备 要强的张玉山只能小心翼翼的把每件事都做好 而且学习也十分刻苦 在一旁目睹哥哥弟弟学习经商之道 张玉山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从小他就明白一切全凭自己努力 做事要尽全力 从加纳萨培德学院中学毕业后 张玉山随家人转往美国求学 在美国张玉山经常看到周围的人 并不注重打扮自己 甚至很多人都穿着睡衣出门 这让从小暧昧的张玉山十分不解 因为他自打三岁起 就已经学会搭配衣服 不拎着手提袋就不肯出门 就算是到了美国 张玉山一直坚持着自己美丽的原则 每次出门都要打扮得光鲜亮丽 15岁的时候张玉山已经出落得美丽动人 再加上十分会打扮 走在大街上已经十分抢眼 在他从美国回到香港的度假时期 张玉山陪着朋友去试镜 这时候老套的剧情再次发生 导演反而相中了张玉山 幸运之神光顾 张玉山接拍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个广告 从此正式踏入了演艺圈 拍完广告后的张玉山 依旧飞回美国继续自己的学业生活 接拍广告对于他来说向勤工俭学 那时张玉山也特别迷张国荣 为了看张国荣的演唱会 张玉山就会接拍几个广告 赚购机票钱和门票钱 露脸多了 机会就会更多 1994年在张玉山20岁妙龄之际 此时一家叫做BMG的公司联系到他 希望他能入行做歌手 不需要做实力派歌手 只需要长得好看就行 张玉山看到抛来的橄榄枝 牢牢地抓在了手心里 相比起当时大多数女孩通过竞选香港小姐 从而树航这条路 张玉山觉得自己实在是太幸运了 她抛弃了在美国的生活 跑向了香港繁华的娱乐圈 以进入BMG公司的张玉山 马上和高层黎智杰传出了绯闻 1996年张玉山又被传出 介入了佟爱玲和李润华的恋情 导致佟爱玲几度落泪 这些传闻都被张玉山一一否认了 其实从中也可以看出张玉山的情商之高 做演员不是十分出名的她 却是邵逸夫的四大红颜知己之一 也许进水楼台 由邵氏至TVB的不同年代 邵逸夫艳福无边 直至邵逸夫踏入晚年 她出入不乏美女搀扶 顺着食指紧扣 羡煞旁人 对于她的风流传闻 邵逸夫并不介怀 更笑言 我有同女明星外出 但我风流而不下流 赌王何鸿燊曾向邵逸夫请教 为何年老仍能如此有魄力 邵逸夫笑言 平时多被谅女包围 人就会有魄力的多 方一华也曾大方地表示 邵逸夫养生有数 她说邵逸夫最喜欢和年轻的女星聊天相伴 因为喜欢和年轻人接触 所以长宝身心愉悦 每次两人出行 张逸山都对邵逸夫照顾周到 2006年90岁的邵逸夫因肺炎入院 康复出院后没有立即回家休息 反而相约张逸山半岛酒店喝茶 合作过古天乐 黄秋生 出演过妙手人心和新上海滩 这些热剧的张逸山 在事业方面却始终唱了一口气 无法大火 1998年依旧不温不火的张逸山 在干爹黄流民的介绍下 认识了她的贵人向华胜 此时的向华胜刚刚结束了 与美人张敏的七年之恋 碰上了善解人意温柔甜美的张逸山 不过此时的向华胜还没下定决心 将张逸山抱入怀中 犹豫不觉得她想到了一个人 那就是大名鼎鼎的白龙王 估计那时候向华胜就打着不确定的事情 就问问白龙王的主意 据传白龙王告诉她 张逸山十分旺财 而张敏不具财 此时向华胜刚好通过博彩和股票狂赚数益 更是对白龙王的话身心不疑 顺水推舟 向华胜开始了和张逸山的一段恋情 在张逸山25岁之际 向华胜已经50岁了 两人的恋情发展得十分平稳 就像普通的小情侣一般 张逸山身体不好住院了 向华胜也会前往医院看望她 当时有不少人嘲讽 她想靠着男朋友尚未拍电影 好胜的她为了不被人看扁 便扬言道 永远不会参演向华胜的电影 张逸山也是说到做到 她确实没有出演过向家投资的电影 张逸山脑子十分清醒 知道自己的资质在娱乐圈想要大火 除了努力还需要一点天分和运气 于是25岁的她依然决然地 决定离开这个璀璨夺目的娱乐圈 转向商界 从小爱美的张逸山 开始转往美容领域 涉足上海的第一步 张逸山花了几万块钱租了个门面 吃了张桌子 就开始代理起了商品 张逸山成功赚到了第一桶金 她利用起了自己在娱乐圈的资源 找来女明星做代言人 效果又快又好 张逸山还想到了一个人 那就是沈殿霞的女儿 郑希怡 向来不谈减肥的郑希怡 终于被张逸山的美丽计划打动了 在张逸山的打造之下 郑希怡成功地减到了90磅 当郑希怡一全新的形象 出现在镜头前的时候 张逸山的名声一炮打响 事业上越来越得心应手 和向华盛的感情也十分稳定 2001年向华盛还带着张逸山 到法国参加吕良伟的婚礼 不过同年顺风顺水的张逸山 却因产品配方和医师拆伙产生纠纷 向华盛和张逸山因为恐吓和毁坏医馆被逮捕 为此两人还特地召开记者会 说明原因并道歉 这一切都没有阻止张逸山公司 开疆唾也的脚步 吃一欠长一智的张逸山 做事更加谨慎 到了2003年张逸山的公司成功上市 其市值已经达到了4.5亿港元 妥妥的女富豪一美 事业上的成功让张逸山获得了满满的成就感 但是和向华盛的感情 却在2006年走到了尽头 谈及分手原因张逸山透露 实际上两个人妥妥拉拉了很多年 感情不是说分就分 彼此都要尝试包容 互相协调 后来大家对事物的看法和做事的方式越来越有差异 无法再经营这段感情 说白了 就是因为价值观出现分歧而分手的 虽然与向华盛分手了 但是却十分体面 还维持着朋友的关系 向华盛生病的那段时间 作为前女友的张逸山 还有去医院探望 两年之后 向华盛迎娶内地女富商端木英子 张逸山在记者面前 落落大方地表示了自己的祝福 并且探病给了她很大的启发 让她了解到生命的价值 不久后 张逸山还辞任了公司一系列职务 开始全新的生活模式 对此她感慨道 如果有一天我也不幸昏迷 我不想大家以为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开会 尝试以开会来刺激我醒来 其实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经常开会也只是工作需要 身不由己 2014年向华盛去世的追悼会上 张逸山还和向太一起出席 顺色哀伤 可以看出两人当初也是好聚好散 如今已经46岁 但是张逸山的容颜似乎看不出岁月的痕迹 保养得十分好 镜照中的她皮肤白皙紧致 笑起来还有一个可爱的小酒窝 苗条又纤细的身材 再配上剪裁得当的粉红色连衣裙 让她看起来端庄又大气 气质非常的好 强眼程度一点不说年轻一辈的女明星 从一个积极无名的小演员 变身为上市公司女富商 张逸山这一路走来靠的绝不仅仅是美貌和男人 而是她的决断和智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如果你喜欢鱼姬太太的视频 欢迎点赞分享视频 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